接下来来看到是这位孟广美 和身价47亿的北京富商 这一回在远东饭店举行了稳定的信宴 这一回未婚夫可是送上了超过七克拉 三千多万的钻戒 而且感动的说快要掉眼泪了 她说孟广美是她见过最懂得生活的女人 看得出来这两个人脸上藏不住的幸福 一洗橄榄绿的礼服 孟广美一脸甜蜜蜜 因为和身价47亿的中国富商急增和 将要闪电结婚 提到两个人的感情 不仅情绪激动还差点感动落泪 到今天来说我从内心非常爱她 孟广美是一个很独特的人 很懂生活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是因为遇到她之后才绝处逢生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我就是觉得两个人 两个相爱的人能够最后 在经历这么多事情之后走在一块 很不容易 大赛孟广美是今生见过最美的女人 喜悦藏不住 而未婚夫还送上超过七克拉 价值三千多万的钻戒 要讨好魅娇娘 孟广美幸福喜上美梢 而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赶快做人 什么时候生小孩哦 今天晚上就生情吗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要随缘 再敲一下 又是结尾又是做事 拿麦克风敲老公的头 一副就是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 而这一次文定婚宴洗开二十八桌 婚礼布置会场走的是浪漫高雅风格 以紫色作为主色调 为网美结束之前破碎的感情生活 要和吉曾和奏向红坦的那一段 中级新闻林志远潘正文台北报导